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强调一次 这个隐私它是有它的保护是有阶层之分 那么有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有画了一些这个同心圆 那么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极隐秘的 可以说是极隐私 那么这些隐私另外还有这个都是大概就是同心圆这样放射出去 越是隐秘的隐私的部分 所以国家如果要加以侵犯的话那么大法官就会对它更严格的审查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请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隐私的部分是无论如果是不可侵犯的 是国家绝对不能够去碰的呢 各位里面有没有想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隐私的领域 是绝对受到保护的 公权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加以这个侵犯 那么想象上是有一种最隐私的部分是国家它不能够侵犯的 只是现在不知道说国家有没有能力侵犯 就是说你的脑袋在想什么 那么这个在过去历史上一些专制的政权 它就会你们要知道就是所谓brain wash 就是洗脑 这个洗脑其实就是要来侵犯你的思想 你脑袋里面 然后它可能把你过去你脑袋所想的 它要把它洗掉 然后要重新灌入新的 那么这种洗脑 这个过去就是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是会盛行用这种手段 那么以前我们在戒严时期 当时的威权的政府 对那个政治的异议分子 也会用这种洗脑的这种动作 那么这种洗脑其实是 不仅是侵犯到人民的隐私 它同时也是侵犯到人性的尊严 把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要去把它抹灭 然后又要灌输新的 这个是 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绝对不可侵犯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脑袋里想什么 如果哪一天科学的发展 就像那一个哈利波特的小说里面 有一种叫做吐针剂 你只要把它一喝一个药水 那么他就把它心里所想的 全部都吐死 或者是有这种 如果有这种药物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类的一个隐私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侵犯 那么像这个 我个人也认为 这个是无论如何是绝对不可以的 总之就是脑袋里的东西 是我们应该是禁止国家 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去加以这个侵犯 所以就像目前这个科技上 大概能够做到的 大概顶多就是 就是测谎 测谎仪 那么这种测谎仪 其实也是对 那一个人性多年 对那个隐私 也是一种侵犯 只是说它 也不是那么的严重 它跟那个吐针剂 这个比较不一样 但是测谎仪 其实就已经就是 在针对你内心 在想什么 它的一个测验 所以实务上 这种测谎不能够强制 就只有 比方说 你如果认为说 这个嫌疑犯 你怀疑说 它是不是有犯罪 那么这种测谎 基本上只能够 你不能够强迫 那如果测谎 而测谎没有过 这个也顶多 是当做它判断 那个嫌疑人 有没有犯罪的 一个佐证之一 无论如何呢 即使测谎没有过 不代表 它就是犯罪 所以这个犯罪 还必须要 有一些其他的物证 直接的一些证据 那么这种测谎 没有过 这只是一个 非常间接的一个证据 好吧 那我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说 有没有这种 最核心 无论如何不能够侵犯的 那我们如果在 我们上一周 有跟大家提到呢 还有一种 很隐秘的 其实就是像那一个日记 那么各位 你们真的说 日记国家可不可以 比方说 它一样是为了 调查犯罪 它可不可以去 扣押 它没收 那么犯罪嫌疑人 它的日记 然后呢 从它的那些日记 去翻阅 从那里去找出 蛛丝马迹 来看呢 这个是不是 有什么样的 一个犯罪的记录 这个日记 可以说是一个人呢 理论上日记 应该是 自己跟自己对话 它应该是一个 非常隐私的部分 那么其实还包括 现在每个人 你的电脑 那么这个电脑 你每一天 可能你储存了 非常多的资料 这个support 这个电脑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 是某一种 现代的一种日记 那么日记到底 国家可不可以 再来侵犯呢 这个也曾经在 宪法学上呢 有过争论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只能够说 目前台湾 大家对那个隐私 比较不重视 所以我们实务上呢 日记 电脑呢 完完全全的都是允许 也不是说允许 就是说我们的检调单位 它就并没有 一种侵害人民 隐私的一个观念 它直接 如果这么有必要的话 它就去搜索 扣押 就把你的日记呢 把它扣押了 然后直接用日记 或用你的电脑 就是厂长里面看到报纸 说呢 他去搜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办公室 或等等 那么把他的文件呢 等等等 包括日记啊 还有包括他的电脑 全部都搬走 也就是像这个 可能各位 你们看的报纸 你们会认为说 像这种 这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说 你们读了 上了徐老师的课 你们就知道说 这个不是那么的理所当人 那么在德国呢 联邦县华法院呢 他们也曾经有过辩论 那么早期 他们采取的是 日记 是绝对受保障的 国家无论如何呢 都不能够侵犯 不过后来 随着一些案件的一个发展 他们就放松了 所以呢 这个日记呢 并不是说 绝对不能够侵犯 他大概已经降到隔一层 那么在德国 基本上是这么说 如果是为了侦查 重大的犯罪 就比方说杀人 为了这个 这种重大的犯罪 他们有婚 有一些犯罪是比较重大的 那么有些是属于轻的 那么如果是为了要追查 这种像杀人这种重大犯罪的话 那么他们是允许 国家在这里呢 他可以扣押日记 那么以日记呢 来作为他的这一个犯罪的这一个证据 那么台湾到目前为止呢 这一方面呢 就是比较我们事务上呢 几乎是不分什么重罪啊 轻罪等等的 那么就一律 大概都会允许 那过去呢 曾经发生过 应该这个套座是十几二十年前呢 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签面人的事件 这个不知道以前跟人说过吗 签面人就是呢 曾经有一个人呢 他不满 好像是统一公司还是卫权 那个热锁好像不成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一个随机 在超商里面呢 把那一个他所卖的那个饮料呢 就注入那个毒品 那注入毒品 然后呢 他就就又寄信给统一还是卫权 就说呢 他把你 他说把这贵公司的这个饮料产品呢 他已经这个有注入这个毒品 那么他就是在 就是要逼这个公司呢 让他商誉 能够逼他商誉的结果 就受到侵害等等 那么最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对公共利益影响太大了 签面人事件 是影响到的是一个公共的安全 其实他也是一种某种恐怖攻击 所以你让消费者呢 你不知道说你到哪一个超商 你到底买到哪一个饮料 那么这个呢 就是里面是有毒的 不过后来破案了 那么破案呢 用很多证据呢 结果就摆到一个嫌疑犯 最后呢 就是没收了他的日记 最后从他的日记里面呢 就发现他里面呢 有就是说他怎么去配那一个毒品 那么怎么去设计等等 从那里来也是作为他的一个证据 那么那个案子呢 是因为他为了追弃这一种 危害公共安全 众人的生命 身体健康的这一种 危害人民的这种重大的乏意 那么这种重大犯罪呢 这个基本上这个是日记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清犯罪 这个就不可以 那么如果再从这里 我们再来进一步来看 这种周围的这一个 包括 包括 你们认为这个性行为 国家可不可以去 去干预人民的这个性行为 这个其实都是急隐私 美国过去 会干预人民的性行为 那他怎么干预呢 美国有几个州 过去呢 就有一种 刑法有一种犯罪 就是处罚 肌奸 就是男性跟男性的那个性行为 就是构成犯罪 那像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隐私的 那一个性行为 那么像这个呢 那因为美国过去 这种清教徒的传统 所以非常保守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同性恋的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基建被认为 这是一个 亵渎 这一个上帝 或者是亵渎宗教的一个行为 可是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私人跟私人之间的 一个隐秘的一个行为 我没有侵犯到第三人 那么你还要 国家你凭什么要来干预 那么过去对这种干预 它其中有一个说 它说它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公共道德 以公共道德或是善良风俗 作为这一个保护的一个公共利益 然后来清翻到人民的这一种 这种性行为的这个隐私 那么像这个目前 学术上都已经禁止 有这种立法 所以说这个是违宪的 所以总之无论如何 是不应该再允许说 为了维护公共道德 来清翻到人民的这一种隐私 何况什么是公共道德 可能是你的公共道德 不是我的公共道德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在台湾目前对于这一种性行为 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目前的法治 也并不是绝对在保障 我们常常看到 对于性行为这种隐私的一个侵犯 其实是常常发生在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刑法有处罚通奸罪 那么通奸罪那个证据 通常就是要 俗称要抓奸再抓 所以说当那个配偶的一方 你如果怀疑 你的配偶的另外一方 跟第三人游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想要去找证据 然后要去告他这个通奸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事先有证据 通常是怎么样去找通 那个真信社 诗人的侦探 那么诗人侦探 他就想尽办法 那么就是去跟踪 那么跟踪呢 那么当比方说双方 进入某一个房间 进入旅馆 那么他可能就是在那里 设这一个针孔 OK 针孔摄影机 那么像这种针孔摄影机 他那个所获得的那个证据 你们认为有没有证据能力呢 如果你认为有证据能力的话 那么其实就表示说 国家在这里 就根本不重视 不保护人民的这一种 性行为的隐私 总之性行为即使说 是配偶的一方 是跟婚姻关系外的另外一方 发生性行为 这个其实我也认为说 这个国家你管得着吗 那这个 所以这个是 但是现在我们 基本上呢 就是过去就是常常 你只要有那个证据 你用那个针孔摄影机 或是直接呢 过去也常常这样子 就是直接呢 就是带领警察 把那个旅馆的房间的门 就是把它踹开 就是破门来入 然后马上呢 这个就摄影机 就直接照 然后那个让这个 被抓针在床 这个双方就非常的惊恐 然后厂长有时候呢 又带着那个记者 记者又也是跟着 就是长驱直入 去那里照 最后呢 就把它登彩在那个 那个新闻啊 这个晚间报新闻 那这个又作为 那一个通奸罪的那个证据 基本上我要强调 不管怎样 我就认为说 这个不具有证据能力 你如果认为有证据能力的话 其实就整个的 那个隐私犬的保护 那个防线 基本上就 就溃体了 就溃体 所以大致上呢 就是除非啊 我觉得说 除非是涉及到 非常严重的 公共利益被迁害的犯罪 或者那一些重大的犯罪呢 或许我们可以允许 牺牲隐私 来追弃重大的犯罪 可是呢 这种通奸罪 跟公共利益的维护无关 甚至我们的法律 也把通奸罪把它当作 告述乃论 也就是说一定是要有 被害的那个配偶的一方 他去告 那么国家才会开始 发动他的公权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通奸罪 他只是为了保护 那个私人的这一个 婚姻的这种利益 他跟公共利益的保护是不相干 那么既然不相干 像这种情形 其实就应该 不能够以牺牲隐私 来把握这种 跟公益不相干的利益 所以如果是像这种情形 如果像这种 对性行为的这种 侵害的这种破坏这种隐私 这个要特别留意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从这里其实大致上可以来看 这隐私的这一个阶层 那么我们上一周就跟大家提到 603号解释 里面提到这个就是指纹 那么这个涉及到身体的隐私 它也一样会分歧 在我们上次跟他说过 如果是涉及到 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一种 如果能够验出你的DNA的 验出你的身体的一些 各种不同的资料 像你的极边生理的资料 这种血液 尿液 唾液等等 那么像这一些 其实是受到比较周元的保护 所以也是一样 必须要有重大的 追求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公共利益才可以 那么我们上一周跟他说过 指纹它跟血液还不一样 指纹你从那个指纹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每一个人他的整个的生理的状况 我们说过这个指纹 这里提到 它只是一个居于开启完整个人档案的所要的地位 如果国家已经有收集指纹并建档管理 可以使所行人都可以监控个人的敏感资讯 那么这里有提到 国家如果用强制的方法 大规模收集国民的指纹资讯 必须要追求重大的公益 并且手段必须是亲爱较小 这个在我们法学上 我们称为说这个就是一种中度审查 也就是说国家你如果要亲爱到人民的指纹的话 大法官会用中度的审查 那中度审查就是要求说 你那个亲爱到人民指纹 那么你追求的利益必须是重大的公益 那么手段必须是较小的亲爱 也不是说最小亲爱还是较小的亲爱 那么指纹这个603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提出几个重要的一些判准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内政部他说 为什么要强迫安纳指纹 要收集人民的指纹 他说目的就是为了防卫的功能 防卫的功能 防止冒流 防止冒用国民身份证 还有要辨识迷途的失智 入导病导的 还有精神病患 无名尸体等等 但是这几个理由 大法官都不接受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几个 各位你们可以看603号解释 那么他大致上是说 你要加强身份证的防卫 防止冒用国民身份证 他认为说 其实你单靠强迫安纳指纹 他认为说这个并不足以达到目的 还必须要有其他的普遍的辨识的设备 或其他的背道做事 那么当时政府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一昧的想要收集你的指纹 所以他用这一个 说他为了追求这个目的 大法官就不承认 因为他说 他还可以防止冒领国民的身份证 那么在这里大法官也说 你内政部并没有提出冒领身份证 的窃窃的统计的数据 那么以现有的指纹资料以外的资讯 你就已经能够辨识人民的身份了 所以他认为收集指纹跟防止冒领国民身份证 两者之间没有密切的关联 还有迷途为了要辨识 这个路导病导的这些人民或无名尸体 那么大法官也认为 你强制按捺指纹 跟这个目的的达成 并没有什么帮助 另外也提到 纵使未来可能需要 要借助指纹这个手段 可是内政部从来没有提到 他要如何的 你收集人民指纹之后 你如何去管理 去保护这些资讯 他从来都没有提供任何一个资料 所以有可能 他的整个资料库有可能是开后门 或是很容易就可能被骇客骇进去 让人民的整个的隐私全部都泄露 那么像这个国家就只有 只想要你的隐私 你的指纹 而如何确保你的指纹的资料 不会去外泄 国家在这里 完完全全都没有提到 所以最后的大法官就全部推翻了 这些他的一个看法 那么总之这一段非常重要 各位你们看一下 大法官并不是说 国家绝对不能够收集人民指纹 可是他要求法律 你要明白规定 你是基于追求重大的公益的目的 你如果为了追求重大公益的目的 而有大规模的收集 入存人民的指纹 建立资料库的必要的时候 法律要棉定你的目的 并且他的收集的范围跟方式 应该跟目的的达成 要有密切的必要性 还有关联性 并且要禁止 法定目的外的使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就请各位 你们以后你们出了社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 要特别知道就是说 不管是任何一个公权力的机关 甚至一个公司行号 他如果要你的一些隐私的资讯 那基本上其实就是要有法律的依据 那这个特别就是说 你要看他到底是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其实这个目的是合法的 这个请特别要知道 必须法律要棉定 因为禁止目的外的使用 禁止目的外的使用 台大要的各位很多资讯 这个就是台大只能够把这些 你们设计里面这些资讯 他整个在校内用 他不能够把它拿到其他的目的外的 所以目的外的这个使用 这个是被禁止的 并且大法官也要求你立法者 你应该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也就是要配合当代科技的发展 运用足以确保 资讯正确及安全的方式 并对收集的指纹档案 采取组织跟程序上的必要的 一个防护措施 组织上的一个防护的措施 基本上其实在603号解释到 基本上就是希望立法者应该要立法 我们比方说应该要设计 其实最理想应该就是我们监察院 如果大家希望监察院 如果废不掉的话 就加强 让他更有效一点 这就可以让监委 有特定某一位监委 我们就封他担任资讯保护监察室 资讯保护的监委 就是由他来去监督行政机关 甚至监督人民团体 公司行号 那么看看他 就是说人民的这些资讯 你收集到人民一些资讯 个人的隐私 那么有没有依法 那么有没有做目的外的使用 那你收集到这个目的 这隐私资料之后 那么有没有一些保护的 一些措施 一些机制 像这个都是 可以由一个资讯保护监察室来负责 我讲这个其实是欧洲的制度 欧洲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名词 就是Ombudsman 这是从北欧来的 那么他我们的翻例 就是监察室 或者是有的人要翻例 反而翻例是负民官 那么他就是国会 他是国会去任命的一个 独立行使职权的一个 通常是由一个比较德高望重 有能力的一个或两个的一个人 然后就赋予他这种监察室 那么他的监察室有的 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有时候国会他会任命 比方说他是一个 比方说资讯保护的监察室 另外也有那个国防监察室 就是去监察一些整个国防的事物 比方说欧洲有些国家 他们也跟台湾一样 常常会出现那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所以他们一样会任命食安监察室 就是食品安全 我觉得这个都是目前监察院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让他的功能 发挥的好的话 像这些都可以做 好吧 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资讯保护的监察室 好 我们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那一个隐私的范围 都在慢慢的在扩展 那我们现在在进一步来看 如果扩展到你跟他人的一些接触 那么这个是不是隐私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 就比方说涉及到通讯 那么更里面其实还包括家庭 住家的隐私 像这个还记得上周我跟他说过 国家可不可以秘密的侵入你的住家 然后来偷放一个窃听器 我们目前台湾的法律 我们是不允许的 但是有的国家他会允许 就是为了要侦查重大的犯罪 他会另外允许设计 允许国家去侵入人民的住宅 然后去放那一个亲吻到你的 那一个隐私的一些 可能是涉眼或者是窃听 这个其实也都是对 隐私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侵害 那么欧洲有的国家 他是说为了反恐 为了反恐 他会允许这么做 可是我们台湾 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不允许的 我们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住宅的这个隐私 到目前为止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侵犯到你的住宅的隐私 除了偷偷摸摸的进入你家 去放那个窃听器 或者是去录影器材以外 另外还可能是光明正大的 进入你的家去搜索 去扣押你家里的东西 这个也都是一种很重大的 这种隐私的侵害 那么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搜索 搜索扣押是侵害到人民隐私的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手段 那么它是光明正大的 那么我刚刚说过的这个窃听器 这个厂长它是隐秘的 所以你的隐私被侵害的时候 你不知道 可是如果它光明正的到你家去 它去翻箱倒柜 这个是光明正大的 去真小人的去侵害你的隐私 我们允许不允许 一样我们会允许 我们的法律就是一样 是为了追弃犯罪 是可以允许必要的时候 可以到去搜索扣押 可是因为搜索扣押 是侵犯到人民的那一个住宅 或家庭的隐私 实在是太强烈了 所以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这个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我们就是称为 法学上我们把它称为 法官保留的事项 也就是说这种事情 是要保留给法官来做同意 所以说检调单位 如果要侵入你的住宅 要搜索扣押 就是他要事先去向法官去申请 获得一张搜索票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去 说服法官说 这个案子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证据 我们证明说 他极有可能 就是那个犯罪嫌疑人 那么他有可能会引力 消灭证据 所以不赶快去搜索扣押 去扣押那个证据 可能他会 证据会蔑视掉 所以像这个人都是要靠检察官 你必须要去提供一些证据 然后去向法官 去说服法官 那法官同意的时候 才开一张搜索票 那我们才能够进入住宅 这住宅还包括你的工作场所 包括公司啊 行号等等都包括在那 所以总之不管这样 就是为了要保护这种家庭隐私呢 那这个就是要法官保留 要法官同意 这是为了保障人的隐私 好 然后我们现在在往外一层 就是通讯 我们的宪法也保障人民有通讯隐私 不过在这里要再进一步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我们要判断哪些事项是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我们有一个判准 你如果要主张你是保护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 各位上了徐老师的课呢 学这个概念以后受益无穷 合理的隐私期待 你的行为 你的资讯 你如果要能够主张受隐私权的保障的话 你必须要符合这种合理的隐私期待 那么这个就是有客观要件跟主观要件 主观要件就是说 你必须要上外界 能够辨识出说 你自己是认为这个是你的隐私 所以你有那个期待 希望别人不要来刺探我 所以他要有一个隐私的期待 你要表现出来 然后这种隐私的期待 还必须符合客观的要件 也就是说 依当今的社会通练认为你的隐私期待是合理的 是reasonable 所以依照一般的我们称为社会通练 所以总之这个主观要件加客观要件加起来 一般就认为这个就是所谓合理的隐私期待的要件 那么我这时候也会先在这里跟大家提 就是通讯的隐私 这个在美国在早期1960年代 就是发生过一个案例 所以就开始产生这种合理的隐私期待 也就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人被FBI怀疑说 他是毒品的走势 那么都跟踪 那么他发现说 这一个嫌疑人他都是利用一个公共电话亭在打电话 所以说他们就到公共电话亭那里就装了一个窃听器 最后就是用这一个在公共电话亭装一个窃听器 作为他的一个犯罪的证据 结果就是这个到了法院被告 他就认为 这一个窃听得来的证据 是没有证据能力 不能够到法庭 因为他认为 你到公共电话亭去装窃听器 他认为说 这个是侵害到他的隐私 你如果需要的话 他认为这个就已经是构成一种搜索 美国的宪法有明定 这种search and seizure 搜索就是search 扣押就是seizure 就是没收 那么这个就是必须要法官的同意 有法官的令状 那么那个案子就是因为FBI FBI可能会认为说 反正他是公共电话亭 公共电话亭他认为 那个当事人不能够主张 合理的隐私期待 所以FBI他是认为说 你如果在家里打电话 他当然是隐私 所以他这个如果要去监听 去窃听 他的那个通讯隐私的话 就要向法官事先去拿那个搜索票 可是FBI就认为 公共电话是不一样 不是在住家 所以他认为 这个就不算搜索扣押 因为他没有合理领事期待 所以就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那么这个案子呢 最后到了法院的争执 最后法院认为 我打电话即使是在公共电话条 你们认为 他有没有合理领事期待 应该是有任何人 你去打电话 除非你真的在公共电话条 你打电话这个用扩音器里面 打电话里面用扩音器 你如果用扩音器的话 那就表示说 你自己没有主观的隐私期待 你想要说这样 大家都听到我的通讯的内容 可是你如果只是这一个 大家都知道 你打电话都是轻声细语 这个就已经表示 你要使你有一个主观的隐私期待 那么我们在从社会的通论 你在公共电话条 打电话 你这种隐私期待合理不合理 其实也是合理的 我们通常就认为说 我即使在公共电话条 也希望别人不会来侵犯 这个是跟社会的通论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reasonable的隐私期待 所以那个案子的最后就是 NBI最后就败诉 也就是说最后法庭认为 那一个没有经过法官的同意 然后你去在公共电话条 去设确听器的这个证据 是不能够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 那如果是住家 你在家里打电话 或是你在电脑上 你透过email 或是你透过手机跟朋友通代 像这种现代的科技的这一种通讯 但是基本上你们认为 可不可以主张隐私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私期待 这种隐私期待合理不合理 这当然是合理的 你不能够说因为现代骇客那么多 很多人都可以写个通讯软体 就可以去窃取你的line的那个机密 或是去窃取你的email等等 不过大家都知道说 这种骇客是不应该的 虽然别人有那个能力 可是他这个是跟我们通练是不符合的 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你如果国家要现代道真理的通讯隐私 那这个就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那么这个就是在大法官在4-6-3-1-2解释 就做了这个解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呢 申请人是一个很聪明的警察 王柏群 他申请人 他是台南市警察局的资讯室的警员 他其实操守不好 可是他聪明 他阅读了很多法律的书 然后幸好是他呢 申请了好几号解释 所以大法官做成好几号解释 保障人民的 有机会表示一件保障人民的通讯隐私 还有另外一号解释也是这一位王柏群 王柏群就是因为他违法被抓去关 可是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被抓去关的时候呢 他独指 就是说利用他警察的权势 他就是说当初呢 这一个他被抓呢 是因为那个我们的调查局 台湾的FBI 他说是我们的调查局呢 去监听他的电话 然后以这个为证据 让他控诉说 这一个没有经过法官的同意 所以呢 监听他的这个证据呢 是不能够用的 所以他申请解释 所以大法官在631号解释呢 就判他胜诉 所以631号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 就是确定国家 如果亲爱到人民的监听 就是人民的通讯隐私 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那这个也就是王柏群他申请的 那么另外一号解释就是 王柏群他被抓去关以后 他在看守所 那他要求要洗热水澡啊 要求要这个 有什么样的娱乐啊等等等等 都被我们的看守所拒绝 那他要去告 告看守所 然后过去我们的一个理论 就是跟我上个兄弟跟他说过的 就是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 不仅是适用公务 也适用在学生 也适用于监力看守所 所以就认为说呢 你只要被抓去关 那么即使监力关 对你的一些自由权 你的隐私权 有这样的侵害你都不能够到法院去告 那王柏群也不服 然后他一样深谦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又判他演 所以以后呢 这个谁被抓去关 在看守所 在监狱 你如果认为你的人权 被监狱关 不法的侵害 那么现在是允许 可以到法院去告 以前都不可以 那么这个都是靠 王柏群的功劳 所以我只能够说它是一个对人权保障有功的一个很聪明的警察 那这个案子就是王柏群接获某一个女子的来电要求查询另外女子高家贫的资讯 像这个其实就是违反的我们刚刚说过的 国家里获得人民的那个资讯 不能够做目的外的使用 那么王柏群其实就是把 他获得的这一个高家贫的资讯呢 他却用目的外的使用 那这个就是偷偷的把它泄漏给子盈 那么这电脑是就停止王柏群的查询的进行 后来就发现 那么这个检察官因为通信监察就是监贴 就得知王柏群有泄密的行为 那么最后就是侦办 然后呢就成立他涉及泄密罪 所以他申请视线 这大法官就是做成这一个六三一号解释 这个就是监听的一些设备 大法官在做成这一号解释的时候 曾经去参观在木柵那里的刑事警察局 有一个通讯监察站 那你看到这就会觉得现在国家的公权力 实在是太说好听一点 就太伟大 那么说不好听就说太可怕 那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机制 要来钳制他 所以六三一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说 你如果要监听人民的电话 也必须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并且也只限于就是为了侦查一些重大的犯罪 你才可以去监听 通常就比方说毒品或杀人 或者是这种有可能会涉及到间谍 外患的这些事 那如果是轻的犯罪 几年以下的这些比较轻的犯罪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监听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有一个通讯保障监察法 那么就是有这个规定 监听 那么他必须 要追查那个重大的犯罪 那么才可以 并且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那么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再说免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目前就是有一个通讯保障监察法 那么他有规定 在什么样的重大的犯罪 那么他才可以向法官 去请求要发一个监听票 所以监听也是某种搜索 这个要经过法官的这一个同意 那么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通讯保障监察法 它其实就是在保障人民的通讯隐私 你从那个法律的名称 它叫做通讯保障监察法 所以是在保障通讯 所以就是说当国家 他如果想要去监听你的电话 要拦截你的email 或拦截你的line 所有的这一些现代科技的这种通讯软体的一些内容的话 都受到通讯保障监察法的拘束 所以这个都只有在为了追查重大的特定重大的犯罪 并且要经过法官的同意才可以 那么如果不是通讯的隐私 就像我刚刚说 如果要进入到你的住宅 偷偷的去装一个小耳朵 或什么小蜜蜂 或等等等等针孔的摄影机 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律允许 因为它并不是涉及到通讯隐私 它竟然就是把你的家庭里面的一些隐私全部都一网打尽 这个跟通讯保障监察法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讯保障监察法并没有授权国家 可以进入人民的住宅 去偷偷的装置这些设施 去侵犯到人民的居住的隐私 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 你们这个国家可不可以 透过那个木马城市呢 设计一个木马城市 然后侵入特定人民 它的电脑的主机 这个 你们这个 我先问一下 这个我们有没有那个 电机学院资讯的资讯系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能力呢 科技是可能的吧 人员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 就是说我设计一个木马城市 就是可以千里之遥 然后呢 就是要锁定某一个特定人 就可以进入到它的主机了 如果它有联商握住的话 希望它传出来的东西 就可以了 OK 总之说如果是这样 这个就是因为呢 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 在德国 他们就是为了反恐 所以就是也允许 他们的 他们有一个叫联邦宪保护局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调查局 最主要就是为了反恐 他说为了反恐 他是允许 可以去 他们就把它这种 设计程式进入特定人的电脑主机的 所以他们把它称为叫做线上搜索 那么这个英文 这个就是online search 那么在台湾呢 我们目前 如果照我们目前的法律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允许国家呢 去做这种线上搜索 因为线上搜索 它目的并不是在 主要不是在 那个 窃听你的通讯隐私 它基本上就是要你 所有的 你放在电脑里面的资讯 它全部都要 像这个都就不是 我们的通讯保障监造法 所规范的 因此既然没有法律规定 国家就不能够做 而事实上我们的 我们这些 这个这些情报单位 有没有偷偷在做线上搜索 我就不知道了 有时真的是 没有法律的授权 它有没有做 你认为 有没有那个能力 好像有 我曾经看到报纸 就是说呢 我们的调查局 我情报局都去 recruit一些 一些很高端的一些 城市的设计的骇客 然后就 可能 我曾经看过 就千万到别人的电脑椅子 结果被抓去关了 但因为实在是太厉害了 结果关出来之后 被我们的 钱包单位就把他 这个研揽了 替国家服务等等 那么像这个呢 如果他要对外的话 要去对 共匪 要去对对岸 要去做线上搜索 这个过来没问题 可是如果是对我们自己人 那这个就一定要 侵犯到我们的人民的隐私 这一定要法律的授权 没有法律是不可以的 我个人是认为 这种 设计 这种木马城市 倾注人民的电脑的 这种行为 是目前法律没有授权 那么这个是 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吧 好吧 那个整个的 资讯隐私 隐私问题还有非常多 最后我们再来看那个 最外面 已经离开你的 住家的范围 到了公共场所 你认为说 可不可以主张隐私 那这个就是我们继续要跟大家介绍的 六八九 狗仔跟追案 这个案子申请的就是一个狗仔 这个不好听 就是一个记者 叫王伟博 苹果日报的记者 他只是想要打听神通电脑集团的副总苗华斌 跟艺人孙政华要结婚 对我这个其实是一点也不重要 但是他就是在踩那个线 所以他就到李荣燕的门口 出示记者证 然后要采访孙政华要拍照 那么又跑到国宾饭店大厅 要采访苗华斌跟孙政华 可是呢 他们两个人都不理他 就是因为一再的骚扰 结果苗华斌就报警 说他被他跟追 然后律师寄存证信函 可是他也不听 最后呢 他就被警察裁罚一千五百块 那么他的根据就是 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八十九条第二款 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是怎么规定的 就是这个八十九条第二 无正当理由跟追他人者 经劝阻不听 那么可以划新台币三千年以下的罚款 会对别人跟追的呢 这种很多国家都有 针对跟追的一个特别的立法 跟追就是英文称的就是stocking 日本人大概就称为吃汉吧 像这种跟追的 其实我认为说跟追的目的有好几种 像狗仔的这种就是一种stocking 可是也有像日本的所谓吃汉 为了爱慕某一个人 然后就一直是跟追的这种 那么在这里就是无正当理由跟追 跟追他人 这是一个好像很单纯的一个法律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么要如何判断呢 就是说你跟追他人 你有没有正当理由基本上 其实还要看他的手段 有没有过当 这个手段过当的跟追 结果造成悲剧 然后引起世界各国开始去检讨立法 那么特别对于那个stocking 会有一些立法呢 其实在英国发生那一个查理王子的太太 就是戴安娜 那么戴安娜他就是被狗仔跟追 那么狗仔的跟追 其实跟追是新闻自由 可是新闻自由他为了 因为戴安娜是一个公众人物 所以要跟追他其实是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那个手段就不能够过当 那有没有过当 这个棋子就是看他 这个我们就是说 有没有正当理由 你看那个戴安娜那个棋子 就是最后变成是飞车追逐 那么飞车追逐的结果 就是导致他车祸身亡 那这个就是那个手段就已经过当 那么像这种 如果你在开车 你会发现说 车子就这样一直 那么一直追逐等等等 那么像这个其实 如果在台湾 他就可以 这就为警察 那个记者就是违反这个 社会秩序的误法 那么这个案子呢 就是苹果的记者 他就是一样是紧迫盯人 那结果就被被告 所以就是他还是继续去跟追 所以就被罚 那他认为说 这个规定侵犯到他的新闻自由 我觉得被记者跟追 那么这个因此受害最深的 这个最大的悲剧 其实就是英国刚刚说过的 戴安娜 我认为第二个 第二个受害者 最值得同情的就是以前 陈水扁的女儿 陈信宇 他也是不信 他其实又跟戴安娜不一样 戴安娜本身是公众人物 可是陈信宇他不是 只是因为他爸爸是公众人物 那么当时就是因为涉及到说陈水扁 陷入那一个贪赌的那一个遗云 那他就对他们的家人 也就是整个就陷入农云产入 那么记者基本上呢 就是故意就是去跟追他的家人 而他的家人里面呢 每一天要出去上班的 就是只有陈信宇 然后又被认为他是个性比较刚烈 EQ比较不高 所以记者故意都去激怒他 当他崩溃的时候 哇记者就很高兴 就把他崩溃的那一个写成文章 然后拍 那个就拍着电视新闻就爆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记者的是一个 非常可恶的一个形建 那么他当时就是说 他对他的跟追 其实就是当陈信宇要去上班 要去牙医诊所 他整个的那个记者就像苍蝇一样的 就一直团团 然后就是那个麦克风都一直逼着他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爸爸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他走到哪里 去一直跟追着等等等等 像这个 如果你要 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段距离 你不能够就这样紧迫盯人 像这个其实也一样 这个违法也就是涉及到 这一个都违反社会秩序违务法 那我觉得当时就是 我觉得就是陈信宇他没有 我就比较 他的个性就比较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么大家也不知道 有这一条社会秩序违务法 所以不然的话就应该把那些 记者都把他们罚钱罚死 不过罚不死了就只有三千块 也没有罚 那么这一个案子 其实道保官做成六八九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在公共场所 也可以主张隐私权 所以在这里就是 出现一个新的概念 以前说过 这叫Public Privacy Privacy其实是隐私 可是公共场所 你还可以有一个Public 他把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 把它结合在一起 但是在这里道保官家就有提到说 他虽然有一个在公共场域中 不受侵扰的自由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公共隐私 可是他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 各位你们看这几个字 为在公共场域中 个人所得主张 不受此等牵扰的自由 以得合理期待于他人者为限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 要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 也就是说不仅他的 不受清扰的期待 已经表现以外 也就是说 他要一个主观的期待 你要表现以外 另外这个期待客观上 依社会通练认为是合理 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任何人 你如果出门到街上 其实我认为 你只要不是奇装异弧 你只要路上你不会自己挂了一个牌子 说我是某某某 请大家看我 或是就不是奇装异弧 也不会在那里敲楼打鼓 我就是在街上走路 搭公车 搭捷运 你这个就已经有一个主观的隐私期待了 这种隐私期待合理不合理 其实也是合理的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 一个社会通练 我们都可以期待 就是说 一般人 每一个人大概 你出门 你都是anonym 每一个人都是无名词 你可以期待就是说 除非我碰到熟人 那如果碰到都是陌生人 其实你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 在路上走路 可以一面走路 一面吃冰淇淋 然后一面挖耳朵 不是 挖耳朵 挖鼻孔 那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别人 这个无关嘛 这是无伤大雅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 合理的一个隐私期待 所以你如果要去对我stalking 要去跟追 你就侵犯到我的一个隐私权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 你自认为你是一个公共人路 你是一个电影明星 好吧 那你就素颜 你如果出门还是化妆的 很漂亮 那你就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因为这个就是表示说 我出门 我也要希望 你希望说我的粉丝 街上到处都是粉丝 然后我走到哪里 等下都尖叫跟着我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够主张隐私期待 除非你是素颜 然后呢 或者是呢 戴口罩 戴墨镜 好吧 这个也不一定是合理的隐私期待 反而有时候是太过分 非常要觉得你是一个间谍 也有可能 好吧 这个都是要看 就是说你不要引人注目 那你就是可以有一个 合理的隐私期待 好吧 这个就是 大文在这里就是说 你如果跟随的话 你必须要 那个程度 你也必须要合理 不能够愉悦 社会通电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即使在路上 你也可以 主张这个 privacy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 其实各位 我如果举例子 问大家 如果有一位男同学 他爱慕一个女同学 如果那种女同学 都不理他 那假设男同学 他每一天 女同学出门 他都先到他的住家里面 然后再假设 跟着他的后面二十公尺 跟着他上捷运 默默的在二十公尺之外 默默的保护他 用眼睛保护他 可是那个女孩子 也都注意到 可是不理他 可是就知道说 就是那个人 就站在那里 可是他也没有对他怎么样 他只是默默的跟着他后面 保护他 保护他的天使 然后就是一直保护他到学校 然后回家 也就是默默跟着他 那如果这个女孩子 就是觉得很讨厌 那么他 告到检查 他说劝他不天 他一直继续在那里 你们认为 如果你法官的话 你会罚他一千块吗 你认为说 他的这种二十公尺外 默默的注视他 你认为这个 有没有愉悦社会的通念 合理的范围 先问男生 认为合理的举手 只有一位 那同学 不合理的举手 二十公尺 好 我们退说五十公尺 五十公尺也不合理吗 认为不合理的举手 还是不合理 那女同学呢 女同学如果是认为说 这样跟 但是没有去骚扰他 可是就是很讨厌的 就是跟在 那个女同学认为 合理的举手 是合理的举手 合理的举手 那认为不合理的呢 没有人认为不合理的举手 他如果每天就在 债务人家的门口站刚 他也没有就是这样 每天站着在那里 看着他 然后债务人出门 他也跟着二十公尺外 跟着他 可是都没有去骚扰他 他就是施以他一种心理的压迫 就是逼他还钱 那如果你是那个债务人 你去告 你认为说这合理不合理 如果我再加上说 如果他去跟众说呢 他是穿黑衣服 然后呢就像黑道的一样呢 然后这个让你心生畏惧 这个就有问题了 可能就有问题 通常黑道的这个 请那个黑道的小啰啰 大概都是穿黑衣服 然后来刺青 然后这一个戴梦镜 这个你会怕 可是如果他 他只是就这样二十公尺之外 也没有 他只是 就在那里跟着他 的确他的目的就是 要给他心理的压力 这种stocking 你们认为是OK的吗 这就是社会通练的一个问题 可能每一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那就是我把这个问题 就留给各位你们自行 参考 那么我们最后再举 就是通奸罪的问题 通奸罪这个就又跟隐私有关 可是又跟性行为有关 性行为自有 我刚刚说过 性行为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件事情 虽然他可能会伤害到 如果是一个通奸的行为 这种性行为可能会让 通奸的那个配偶的 他的那个无辜的另一方配偶 会让他造成痛苦 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婚姻 就是不忠于婚姻 那么对于婚姻的维护 可能是有问题 那我们的法律就是为了要保护婚姻 所以设了这一个通奸罪 那么554号解释 那就是这一个 各位要知道说 他认为这个侵犯到他的性行为自由 进化他的隐私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是刑法239条 对通奸相间的处以罪嫌 他认为这是危险的 目前刑法有处罚通奸的国家 很少 大概 据说有统计呢 五根手指头都数不完 台湾就是那个少数的例外 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处罚通奸 那么在德国学的那个 他们的法律就是没有通奸 那么他们的文献 讲到为什么不处罚通奸 他们的文献也讲了一个 大家朗朗上口的一句话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通奸是属于 人民的一个私的一个领域 婚姻幸福不幸福 那么这个配偶的一方 会不会去跟他方 会跟第三者通奸 然后来破坏这个婚姻 那么基本上他们认为说 婚姻的营造 婚姻的维持 这个不是国家管得着的 国家也没有能力去管 管这个婚姻幸福不幸福 那像这个是认为说 所以既然这个是国家没有办法管 所以他们认为 你用这个法律 用通奸罪 要来维系婚姻 他们首先就是认为说 这个手段对于目的的达成 根本是没有帮助 真的就是说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归凯撒的这一个 那么凯撒归怎么能够管不了 上帝的事情 那么这个婚姻的幸福美满 真的不是靠 这一个通奸罪 可以去维系的 所以很多国家都 已经没有通奸罪 但是道尔观在554 还是认为这个是和线的 他认为性行为的自由 还是要受婚姻跟家庭制度的制约 所以他认为这是婚姻是一负一期 它是家庭社会的基础 所以配偶的一方跟第三人有性行为 那么应该如果限制 他说因为国情的不同等等 那么道尔观认为说 他的目的是正当 手段也有助于目的是达成 这个判断就跟我不一样了 又无其他侵害较小 也能够达成相当目的是手段 可知运用 所以认为他是和线 好吧 这个是目前 我们的通奸罪的这个问题 那在几年前据说 妇女团体想要再制造案件 再向道尔观圣经解释 希望说道尔观能够改变 554号的一个见解 可是还没有看到一些案件出来 那部长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去游说立法委员 请立法委员废掉这个刑法239条 那如果没有废 那么大部分没有改变见解以前 那么目前的通奸还是有罪 但是我觉得他的遗害相当大 他也养活了很多人 养活了那个曾庆舍的人 那个曾庆舍就是靠这个赚了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对隐私 他的后遗症 就是对隐私有很大的一个钱 好吧 好吧 我们这个学习就上到这里 ies它 继续 чик 意识 靠 靠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